第305集 卢尾 看到白家最后一人白赛走进了茂密的卢尾档 李火旺抬脚就要追去 等等 一只比他身体还要大的巨手 却猛地拽住了他 等李火旺一低头 发现自己身上压根就没有什么巨手 他猛地一回头 瞪向一旁戴着木头面具的尖天丝 又是这人的障眼法 看着浑身充满煞气的李火旺 对方双手高举连连后退几步 哎 哥老 我这可是在帮你啊 那些人现在可都晓得你的身份了 你这在独自一人闯进去 可就是要找死了 李火旺烦躁地用力摇摇头 他脑海中想起之前白领秒队自己描述 他们家人的点点滴滴 在他嘴里 他的父母还有族人 全都是待人和善的好人 跟这人嘴里的描述完全相反 难道 难道白领秒骗了我 不 他不可能骗我 李火旺犹豫的眼神瞬间坚定下来 从他之前跟白领秒队的接触来看 他们也绝对不像这人说的一样 这其中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我要当面跟他们问清楚 说吧 李火旺把那戴着面具的尖天丝 直接抛在原底 在他的呼喊中 静止向着卢尾荡走去 当李火旺一走进这片卢尾荡 天色瞬间黯淡下来 头上那一颗颗好似腊肠的卢尾荡 把上面唯一跟外界的接触 都挤压得所剩无几 低头看了看地上的脚印 李火旺抬脚慢慢地跟了上去 白组长 是我 你们出来吧 我们聊聊 喊了一会儿后 见卢尾荡里没有任何反应 李火旺先是看了一眼 身后连成片的蜡黄色卢尾 紧接着再次开口 你放心 我跟二丫头有着过敏的交情 如果白再有难言之意 在下必将鼎力相助 我跟你们是一伙的 那戴着木头面具的人 我也是第一次见 只要有我在 他不敢对你们怎么样 李火旺的声音顺着卢尾荡 传出去很远 就在这话刚说出去不久 两个白家的精壮青年 从前方的卢尾荡里跳了出来 默不作声地看着李火旺 看到对方出来人 李火旺稍稍稍松了一口气 对着他们继续说 我知道你们现在觉得 我是尖天思信不过我 其实我跟这个组织 没你们想的那么关系密切 要不要这样如何 我们先回牛心村 二丫头就在那里 你可以让她给你们解释清楚 那两青年没有说什么 他们直接左右脚 分别向着一左一右胯开 随后把衣服一扯 就赤裸着身体 开始打起了把势 李火旺看不懂他们在干什么 这种把势说是拳法 又不握拳 说是术法 可又不掐绝 随着两只手在空中比划着 两人嘴里还念念有词 神仙赐下真神功 天兵天将显神通 各路神仙天武令 速速入武反几中 下一刻 李火旺就看到一个浑身 被黑色条带包裹 高高瘦瘦的闪光虚影 从地下飘了出来 向着他们的身体靠去 那是什么奇事 李火旺连忙拔出铜前剑 就要驱赶那东西 可没等他靠近 那两位白家青年猛的一胎眼 眼神阴死森地 向着李火旺登来 李火旺表情震惊地 停在了原地 看着面前神态举止 跟之前完全不一样的两人 这 这到底是什么 神党 请结罪上身 如果说李火旺之前 对那尖天司说辞 有些不太相信的话 当看到这两人的模样后 他心中的猜疑 逐渐浮了起来 听着 我真的不想跟你们斗 不管你们过去做了什么 都跟我无关 找你们麻烦的 是其他尖天司的事情 刷了一下 两位赤裸着身子的青年 身体几乎是带着残影 忽然向着李火旺扑来 被某些不知名的邪碎附身的 他们怪异得很 身体的每一个部位 都仿佛拥有了自己独立的个体 那一个跟手指各自分开 如同一条条抽动的舌头般 向着李火旺脖子刺来 这俩人看起来不强 但是李火旺没出手 因为他知道自己学的全是杀招 真要是出手 这两人非死即伤 而这一幕 却绝对不是李火旺想要看到的 李火旺的身体 在颅尾当中翻转腾挪 不断躲避对方两人的攻击 不知道附在他们身上的 到底是什么邪碎 伸手出乎想象的敏捷 李火旺一时间非常的被动 啪的一声 他脚下一个不稳 对面两人直接扑了上来 他们没有直接攻击李火旺 居然去抢夺李火旺手中的铜钳剑 李火旺把手一按 吓一颗枪的一声 李火旺感觉到背上轻了一些 扫兆 他一回头 一道寒光闪过 冒着杀气的紫碎剑 狠狠地向着他面门刺来 他想反击 又或者割挡 然而他两只手都被那两位白家青年抓住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李火旺瞬间一个错位 把身体硬生生地往左边挪了几寸 李火旺手中的铜钳剑猛地爆开 在红绳的牵扯下 轻而易举地切断了那些靠近自己的手指 在猛地一把把面前这人踢开 李火旺迅速拉开跟其他人的距离 也就在他们对视的同时 那拿着紫碎剑的男人 顿时表情扭曲地担心跪地 脸上那种阴森森的表情迅速地退去 随着他手中的紫碎剑 无力地插在地上 他表情非常暴躁地 跪倒在地上 疯狂地咆哮起来 看着面前两个被自己削掉手指的青年 李火旺对着其他被杀气入体的白家人 轻叹了一口气 非要弄成这样吗 好好说好不行吗 话音刚落 四周的芦苇开始摇晃起来 那一张这阴森森的男人面孔 在辣黄色的芦苇中若隐若现 那一张张没有任何温度的面孔 让李火旺不寒而栗 整个白家人 有一小半人都被斜碎入体了 在这些人群中 被白菜搀扶着的毒牙老人 显出身来 颤颤巍巍地 他开始说话了 他那只有一颗牙的嘴巴 一张一合 带着节奏的唱着什么 一些散发着恶臭的黑色淤泥 从他嘴角流了下来 当这种熟悉又陌生的声音响起时 几个熟悉的身影 出现在李火旺的面前 那是游老爷 虽然没有铃声的颤抖 游老爷那身影凝聚的异常模糊 但是李火旺既然用过这么多次游老爷 他们的样子还是能认出来的 看着半空中如同鬼魅般若隐若现的游老爷 李火旺想起当初在清风罐内 百零秒告诉自己的信息 为什么他一个寻常姑娘家家 会知道游老爷这种邪碎呢 现在看到眼前这一幕 一切都了然了 这老人应该就是给他讲故事的爷爷了 一切都要走 简直至最好的